我考慮叫你去東龍島 荒島來 謝飛 原來這裡也挺熱鬧 我還以為東龍島是個荒島來 是啊 沒有馬路 東龍島是沒有馬路 不過很久以前已經不是荒島 東龍島又漂亮又好閒 所以吸引了很多人來拍照打卡 不知道東龍島有什麼好影呢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拍爆去 東龍島位於清水灣半島以南 香港島小西灣至東南 是西國區最南端的島嶼 而且作為真離島的他 順其都算密密的 今天我就在三家村碼頭上船 如果住港島區的朋友 其實都可以選擇在沙基灣避風塘碼頭 都有船坐 這裏的船票一買就要買來回 今天的船票是45元位 比港島區上船便是10元 而且留意星期六日才可以上船 平日便沒有船坐 那如果我們錯過了 那如果我們錯過了尾班車 那怎麼辦 我錯過尾班車 我錯過尾班車 沒有馬路 如果我們錯過尾班船 那豈不是很嚴重 是的 你要在這裡紮營 紮營一個星期 第一次坐這隻船 你第一次去東龍島 那你第一次坐這隻船 都會合理的 有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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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坐過這隻船 但是又不是去東龍島 那可以去西班牙 坐了大約30分鐘的船 就來到這一個 對阿菲和謝菲都非常陌生的小島 我家 那是哪區 就是東區 東區 是的 很高的幾度 可以看遠鏡 是的 家人應該還未起床 這麼快就掛著家嗎 對 現在有空式 那你用得懂這幅嗎 你今天遮痕頭 好像有備而來 當然 我們特地搭船來到這裡 記得幫我拍多點你的照片 你今天帶了些甚麼器材呢 我們手機偏濕通尼 說這部新出的Honor Magic 4 Pro 拍照很棒 所以今天就順便拿來試機了 是呀 就這樣 這部Honor Magic 4 Pro 由5000萬像素23mm廣角鏡 5000萬像素13mm超廣角鏡 和6400萬像素3.5倍光學變焦鏡頭組成 還支援10倍無損變焦拍攝 加上最新的AI運算 規格就很高 是否真的可以 難道我今早上了拆船 今天呢 我們的行程就是第一站 先上去北面 去那個燈塔 打卡拍照 之後呢 就會沿路上去東龍炮台那裡 看看古蹟 再視乎一下情況 去噴水癌 噴水癌 那就會濕身 大家看看這邊 但是有很多很有名的景點 不過 我們是不會去的 看看這邊 對啦 我們是去這裏 那石刻又不順路 又好像沒什麼拍攝 那這次就決定不去了 這個島雖然都叫做離島 不過還有很多士多 被人補給和醫套 哇這裏收到爆了 神經病 還有荒島 好 喂 吃飯了沒有 收得清不清 OK的 是吧 我現在是東龍島 這裏收得很好 我想跟你說個Hello 不知道你聽不懂 終於來到燈塔附近了 這裏也很多人來露營 是呀 其實這裏一向都是燒烤 露營 攀崖 放風增的熱門地點 這個草地因為三面環台 看得很棒的日出 所以之前多人對的草都踩到禿 現在都要關閉一點 希望大家知道這個熱門景點之後 都不要一窩蜂湧抹去 還有垃圾記得要自己帶走 說完正經的 快點幫我拍照 走到燈塔就有少少危險 所以多數人都是在崖上拍下去 我們就用Magic 4 Pro的23mm廣角鏡 拍了照片 可以看到它的反差都比較高 還有顏色都相當鮮艷 不過我們放大看回陰影的石頭 都還看到紋理 就不會變成一片死黑 而且解像力都非常高 燈塔底座的痕跡都可以很清楚看得回 我們再走去附近 拍一個比較側光的位置 把照片的立體感再強一點 天空的漸變都很暢順 動態範圍都算不錯 我們放大還看得到沉積岩的紋理 差點就不記得幫阿菲拍照 當然就不捨得跟燈塔 弄一張互相揮影 你這張姿勢和表情 我覺得挺好的 不過可惜就被水平線切到頸 我就唯有給這張你看 人和景都一樣清晰 我們再放大看 阿菲的頭髮都絲絲分明 不知道他用哪一隻洗頭髮的呢 當然如果你想拍得日系少少 反差沒那麼高的話 都可以善用手機裡面的濾濾 如果背光影影又怎樣呢 這些這麼難搞的光源 我就建議大家開個AI模式來拍了 機的AI認到是拍人像的話 它就會自動加強HDR的效果 將樣子和背景的光度 盡量拿回平衡 這樣人影出來就不會黑面了 還有一個3.5mm的軟攝鏡 等效距有90mm 因為它又用了前望式設計 所以就不會搞到機身很厚 用前望式設計 又有6400萬像素的軟攝鏡 在手機來說就算是少見 軟攝鏡的感應有6400萬像素 手機的預設就是用來做oversample 我們輸出接近1,600萬像素的照片 本身都已經有很充足的影像資訊量 加上鏡頭也有差不多光學質素 所以都可以放大紋相 用軟攝鏡的好處就是 可以將畫面簡化 我們只剩下燈塔和海 畫面看上去就乾淨很多 如果我們用3.5mm軟攝鏡 來拍人像打卡的話 就可以用Telewide的方法 拍個人小粒一點 交代多些環境 用對比方法突出環境的瞭闊 不過即使人拍得這麼小 都可以很清楚看到它的樣子 在噴水癌這個位置 我們用3.5倍軟攝鏡拍過去 還可以看到對面山頂的朋友 在打卡 因為它的軟攝鏡像素夠高 所以做到10倍的無損變焦 即是有260mm的長焦 我試試用10倍的無損變焦拍照 說明是無損變焦 解像力一樣是保持到接近1600萬像素 我們放大看 還可以看到燈塔山壽的痕跡 還有上面原來是有些有刺的鐵絲網 不過這些防禦工事 都阻止不了它們爬上去打卡的決心 好 喝到 喝到 午餐時間 這個是歐道的 這個是你的咖啡 是吧 這樣 OK OK 小朋友喝這些 吃完飯 我們就來到下一個景點 就是東龍島砲台 東龍島砲台在大約1719年興建 已經有300年歷史 當年是為了防禦海盜 和控制頻繁的沿海貿易而建 不過由於嚴重海盜問題 加上位處孤島部級困難 所以在1810年被九龍砲台取締 這部機器有個0.5倍超廣角鏡頭 講配數我們攝影人就好像不太知 即是大概等於12.5mm焦距 以我經驗覺得 不同手機的Ultra Wide廣角鏡 其實質素都差很遠 很參差 不知道這部Magic 4 Pro拍出來會如何 這裡的遺跡看起來都融融爛爛 反而這裡的天花板都蠻有趣 用超廣角鏡拍出來 這些線條就變得很誇張 放大還可以見到阿菲一條燈芯湧庫的條文 畫質都算不錯 這裡有個指南中心 是介紹東龍島砲台的 上面還有開放時間 不知道有什麼人會過來上班呢 是不是會搭直升機過來上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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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跟我說話呢 我們來到噴水癌附近了 阿菲你打算走下去嗎 不過我始終都是伸手 走下去是有點危險的 又不能不下去但又拍到漂亮照片呢 雖然我們沒有下去噴水癌 但就這樣在懸崖頂上拍照打卡 也挺好feel 另外我們在這個位置 看回對面的飛索性地其實都挺壯觀的 我們用超廣角鏡拍起來就更加有氣勢了 這部電話就有幾支鏡頭 其實就這樣在這裡都有幾個構圖 但比較特別就是它有超融合技術 即是說我們當zoom到兩個鏡頭中間的焦距的時候 它就可以用兩個畫面搭成一個影像 這樣拍出來就會比較清晰一點 比起用數碼變焦都會清楚很多 以前我們的影相人很怕用digital zoom 因為用數碼變焦又沒有獲取更多資訊 zoom完反而還會蒙了 這部電話的超融合技術 就改變了數碼變焦不清的問題 在0.7倍、1.6倍、2.5倍這些兩個鏡頭之間的焦距 畫質都沒有大幅下滑 雖然照片的邊緣位置就沒有中間位那麼清 不過超融合技術對畫面有幫助的範圍都算大 整體上就比以往的digital zoom改善了很多 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東龍島本身就不是叫東龍島 知不知道叫什麼名字呢 叫做南塘 正所謂南塘燒香北塘煙 南塘烤中北塘響 這句話其實就是香港第一間天后廟 本身就是在南塘這個東龍島裡面 最初的善信在南塘的時候 姓林就把天后的信仰帶來香港 在這裡建了廟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在這裡點香呢 在那邊就出煙了 在這裡敲了那邊響 杜山一路在這邊說話 謝菲和阿菲已經在那邊上船走了 喂 搜船呢 阿菲今天的拍攝 輕不輕鬆有什麼感受 今天都挺輕鬆 因為我第一次來到都沒不到 那搭船其實都很快 半個小時又到 上到來呢 又走一些山路都不是很辛苦 而且重點是景色很漂亮 是比我想像中太美好 其實今天最深刻的感受 是我今天吃的冬船真的很好吃 山河啊 山河啊 現在燈卻一樣 是啊 他們真的逼著被人在那裡塞著 要裝霜冰才能上船 我想現在 找一個人裝霜冰抬他上去 閉路 哎呀 閉路 我還扶起那個 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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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東龍島出來 看到剛剛的Magic很漂亮 所以就拍攝 今天的拍攝就完美結束了 我用了手機的專業模式 做一個萬塊門曝光 減低照片的雜訊 再把白平衡設定 做光管設定 拍出來這個Magic Hour的天色 就漂亮很多了 回到三家村都有一些肚餓了 所以就去了買這裏出名的豬肉乾 和雞仔餅來治下肚 現場光管的顏色就青得很厲害了 幸好這部手機拍出來的顏色都算不錯 還原得回植物本身的色彩 這部Magic 4 Pro拍照的效果 看起來就不錯 但是我都很好奇 它是不是真的拍得這麼好呢 所以我就拿了同時 一部韓國牌子的旗艦機 做個比較 看回這張用主鏡頭拍的照 可以看到韓國牌子的鏡頭 就拍得歪一點 但Magic 4 Pro的HDR就做得好些 背景的船就沒那麼爆 放大看完木板的細節 都看到兩者的解像力有些分別 看完超廣角鏡的表現 就輪到Magic 4 Pro拍得歪一點 兩者的色彩還原和解像力都非常不錯 是去到最邊位才看到解像力有些分別 至於兩者的遠攝鏡就有些不同 Magic 4 Pro就是3.5倍 而這部韓國牌子就是3倍 拍攝對面海的遠景 Magic 4 Pro就自然著數一點 但如果要Magic 4 Pro 樣財 硬用Digital Zoom去3倍又怎樣 現在兩部機構圖就做到一樣 放大來看 由於Magic 4 Pro 有超融合技術的幫助 所以中間位的解像力明顯高很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東龍島 還有沒有其他景點值得大家拍的 歡迎留言討論一下 請按訂閱 請按讚